早 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提摩带前书的第十章 第十一节这里说到 这些事你们要嘱咐人 也要教导人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主要在言以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圣徒的榜样 你们要以宣读 劝勉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 不可小看你年轻 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 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这边说到这些事 你们要嘱咐人 也要教导人 你会不会因为你的年龄 而不敢为真理而站立呢 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所说的 我们觉得我们很年轻 没有能力 不能够为主做任何事情 我们小看了我们自己 却神的话也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把真理 把刚才保罗之前所讲的 那一些重要的事情 把人引导到 对的道路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有勇敢的心 所以保罗是提醒我们榜样很重要 第一在我们的原因上 我们的口中充满的是什么呢 许多时候我们是埋怨 消极 论断别人 还是我们充满感谢赞美的话呢 造就人的话 诚实的话呢 许多么口中充满从神而来的话 我们周围的人就能感受到 从神而来的恩典 喜乐和真实 也要在行为上做榜样 许多单是口中有见证 行为也要配合 有人说行为所说的 比口中所说的话更伟大 眼睛一位老婆婆 她很想把爱分享给在监狱的囚犯们 可是她不懂如何的做 她也没有口才 但是呢 她只会做巧克力 所以每一年她都会在圣诞节新年的时候 做巧克力 送给在监狱里面的每一个囚犯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她做了整十年 每一次去的时候 里面都有一张纸条说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虽然这些人没有见过这个老婆婆 但是接着她每一年的关怀 每一个年所送的巧克力 这些人 囚犯开始感受到上帝的爱 很多人一一的认识 悔改 在上帝面前 小朋友们 我们不单只是用嘴巴说 用行为 当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能力 去服侍 去关怀人的时候 人就能从我们生命当中感受到神的爱 因为爱要有榜样 人的爱有限 但是神的爱无限 所以上帝要借着我们彼此相爱 借着我们的关怀 让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 所以最后 神也告诉我们要在信心和清洁上做榜样 信心就是不是凭眼见 而是凭心情去行每一件事情 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 保罗给我们这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不断提醒我们 神要用我们一个人 但是不要因为年龄 才干 而限制 应该用我们小小的行为 大大的信心 把爱分享出去 让人能够经到神的恩典 当我们就行出这几个重要的生活的原则的时候 人就能从我们生命当中看到耶稣的真实 确保罗不断提醒我们 我们在各样事情上成为信徒和人的榜样 约神赐福听到坏人